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专题的说明 题目是 玄奘大师的法脉传承 如何解开心智与记忆的奥秘 玄奘大师为什么会到印度取经呢 根据慈恩传里面所说 在玄奘大师那时候的背景 因为经论都不完备 加上很多论师没有实证的情况下 所以都各自依自己所隐聚的经论 而有不同的说法 因此产生很多的争论没有结论 譬如对于离耶士报非报 离耶就是阿离耶的简称 阿离耶说的就是阿赖耶士 阿赖耶士是果报还是他不是果报 还有文殉灭不灭 文殉就是天文学习 那么天文学习所依品的记忆 储存在哪里 种种关于这些问题呢 总共有一百多项 大概都围绕在阿赖耶士上面 也就是文殉灭不灭 它关系到记忆研究的命题 我们天文学习的记忆 它必须储存在哪里 因为记忆是智能学习发展的基础 今天如果智能学习 可是无法记忆下来的话 那么我们的所学习 所听闻的一切都是徒劳无功 譬如有一天早上睡醒了 突然忘记自己所学的一切 忘记自己的知识 自己的经验 自己的种种的技能 以及专长 甚至忘了自己的家人 亲朋好友 自己住在哪里 叫什么名字 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呢 对于这个记忆到底储存在哪里 在佛法的各论宗派当中 也有很多的争论 到底这个记忆 是不是储存在阿赖耶士当中 还是不是 也是有很多的说法 争论不休 所以呢 关于记忆的命题 在玄奘大师一千多年前以前 就是气贷解决的问题 在现代也是一样 现代的认知科学 还有脑神经科学 对于记忆研究的命题 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议题 现代的医学 认为大脑是心理的功能以及作用的基础 可是呢 在所有探究心智奥秘的企图当中 其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就是 到底长期记忆必须储存在哪里 这样的议题 我们人类从小时候有各种跟亲人一同欢聚 一同忧伤的种种记忆 包括我们成长当中拿到的奖杯 找到的第一份工作 结婚的重要日子等等 这些都需要极为庞大的影音数据作为基础 才能完成 那么以现代的电脑科技来说 这么庞大的数据 影音资料数据 它必须储存在哪里呢 而且可以瞬间浮现出来 可以同时转换成不同的场合 以及心情感受 那么这么变化迅速 而且数量庞大的记忆数据 它存在哪里呢 而且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储存呢 就是成为记忆研究的命题 那么以现代的认知科学 对于记忆储存还有容量的问题 在20世纪的时候 大概1950年代 科学家大部分认为 短期的记忆 它储存在大脑的海马体 长期的记忆储存在大脑的皮质 但是到了21世纪 也就是这几十年来 科学家开始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记忆的储存 不是单独限定在大脑的特定区域 而是分散于整个脑部当中的 特定的神经细胞群 以及图处 看法就不一样了 20世纪认为储存在某一个区域 特定的区域 21世纪认为遍布整个大脑 而且呢 对于这个储存处呢 科学家认为 它的大小稳定和储存量应该取得平衡 越大就越稳定 但是储存空间可能造成浪费 越小可以节省空间 但是记忆容易被破坏 那么无论科学家主张 或者科学家发现 记忆跟大脑有关系 这个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 而且相当难得的发现了 可是还是有一些问题 必须探导 我们的大脑神经细胞 它的容量有限 而且有新陈代谢的毁坏性 以及变异性 那如果认为 记忆储存在大脑的话 如何保持 长久而稳定的记忆 而完整不失不会毁坏呢 这就是一个问题啦 那这么庞大的资料量 我们人类的这么庞大的资料量 它到底有多少 以奈米科技来讲的话呢 必须有多少的储存空间 又如何让我们瞬间想起而浮现出来呢 以目前的电脑手机 还有人工智能都还办不到 也就是人类有这么庞大的影像 声音语会情绪等等的资料量 即使是21世纪的科学家 也面临到一个困境 就是不知道如何找出长期记忆储存处 还有它的容量 也不知道遗忘以及记忆之间的关系 它们的关键是什么 第三个也无法设计出跨越生命关键的实验 大约在2017年 脑神经科学家 这个神经科学家 Cook Skin 他在神经研期刊 发表了一篇论文 这是他的观点 这观点不同于以前 他说什么 他认为大脑没有任何一地方储存记忆 深入去探讨分子离子通道的状态 没转入程序细胞突出 神经元整个神经网络 他认为大脑中没有地方是储存记忆的 所以科学家的看法 有没有一直在改变 还在研究当中 他提出记忆就是系统本身 因为系统本身是一种可塑性的属性 就是记忆神经元的特征 神经元伴随分子和由此产生的突出的所有变动 根据时间依序编码 全部储存在一个时间窗口 叫做Time Window 那无论是记忆是系统本身 或是储存在时间窗口 可是科学家对于系统 记忆是系统本身 以及时间是什么 时间窗口是什么 还是说不清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